报仁少卿书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 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 囊者辱赐书 较以顺于皆悟 推显尽士为悟 义气勤勤恳恳 若望仆不相诗 而用流俗人之言 仆非敢如此也 仆虽皮奴 以常侧文长者之遗风矣 故自以为身残储慧 动而见油 寓意反损 是以独寓意 耳语水语 宴曰 谁未为之 孰令听之 改忠子妻死 伯牙终身不负固勤 何则 事为知己者用 女为悦己者容 若仆大致以亏缺矣 虽财怀随和 性若犹疑 终不可以为荣 士族以见效而自点耳 殊辞一答 会东从上来 又破见事 相见日前 促促无虚余之见 得节之意 今少卿报不测之罪 舍寻月破济东 仆又不从上拥 恐促然不可为惠 是仆终以不得 疏愤闷以小左右 则尝试者浑破 私恨无穷 请略臣顾漏 缺然久不报 性物为过 仆闻之 修身者智之福也 爱诗者人之端也 取愚者一之表也 耻辱者勇之绝也 立明者 性之急也 是由此无者 然后可以脱于事 而列于君子之邻矣 古惑莫惨于玉丽 悲莫痛于伤心 性莫愁于乳仙 够莫大于宫行 行于之人 无所比数 非一事也 所从来原矣 喜魏陵宫与雍渠同在 孔子侍臣 商养因景见现 照良寒心 童子参胜 原思变色 自古而耻之 福以忠才之人 事有关于幻术莫不伤气 而况于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廷虽乏人 奈何令刀具之鱼 见天下豪郡哉 蒲赖先人续业 得戴罪古年下 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为 上之不能纳忠孝信 有其策财力之欲 自节明主 次之又不能时宜补缺 昭显尽能 显严学之士 外之又不能备航武 攻城野战 有斩将千旗之功 下之不能积日累劳 去尊观后路 以为宗族交由光宠 四者无一岁 苟何取荣 无所短长之孝 可见如此矣 可见如此矣 相者 蒲长策下大夫之列 陪外庭墨逸 不宜此时 印为刚 尽私律 今以窥行为扫除之力 在踏荣之中 乃欲阳首深眉 论列是非 不义清朝廷 修当事之事也 皆呼 皆呼 如蒲 上何言哉 上何言哉 且是本莫为一名也 蒲少父不羁之幸 掌污香区之欲 主上性以仙人之故 使得奏伯计 出入周位之中 谱以为带盆何以望天 故绝宾客之之 无家世之夜 日夜思 结其不孝之财力 物亦心盈直 以求亲昧于主上 而是乃有大谬不然者 福普与礼灵 聚居门下 素非能相善也 取舍易路 未尝贤杯酒 皆殷勤之余欢 然仍仆观其为人 自守其事 世亲孝 与世信 临财连 取语义 分别有让 恭减下人 长思奋不顾身 以训国家之急 其素所续机也 仆以为有国事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赴公家之难 私以其矣 仅举世衣不当 而全屈宝妻子之臣 随而眉孽其短 补偿私心痛之 且礼灵 提步足不满五千 身见戎马之地 足立王庭 垂尔虎口 横挑强湖 养亿万之师 与禅于连战时又余日 所杀过半当 鲁旧死扶伤不己 瞻求之君长贤振部 乃西征其左右贤王 居隐公之人 一国共公而为之 转斗千里 使尽道穷 旧兵不治 士族死伤如鸡 然灵亦呼唠 君士无不起 公字流气 汇血隐气 耿张空圈冒白刃 北向征死敌者 灵魏莫时 时有来报 喊公卿王侯 皆奉商上寿 后数日 灵拜书闻 主上位之时不甘位 听朝不宜 大臣幽聚不知所出 仆妾不自料其卑贱 见主上惨创达道 常欲笑其款款之余 以为李灵 素与士大夫 绝肝分少 能得人死利 虽谷之名将 不能过夜 身虽献败 彼观其义 且欲得其当 而抱于汉 事已无可奈何 其所摧败 公义足以曝予天下意 仆怀怀愈臣之 而未有路 是会照问 即以此旨 推延灵之功 欲以广主上之意 色衙字之词 未能尽明 明主不小 以为仆 举二师 而未礼灵游睡 遂下于礼 权权之众 终不能自裂 因为无上 足从利益 家贫 祸禄不足以自赎 交由莫救 左右亲近不畏一言 身非牧食 独于法力为武 身有灵语之中 谁可告诉者 此朕少卿所亲见 仆行事 岂不然乎 离灵即生祥 颓其家生 而仆佑二之残事 众为天下观孝 悲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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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卫义 一二位俗人言也 仆之仙 非有剖伏丹淑之功 闻使兴利 近乎补助之间 故主上所戏弄 昌忧所续 留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佛 伏法授诸 若九牛王一谋 与楼以何以意 而事又不予能死结者弊 特以为至穷罪集 不能自免 足救死尔 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趋异也 太上不如仙 其次不如身 其次不如礼色 其次不如辞令 其次躯体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观目锁 被垂储受辱 其次剔毛发 应金铁受辱 其次毁积腹 断肢体受辱 最下腹行吉矣 转月 行不上大腹 此言事劫不可不勉励也 蒙虎在深山 百受阵孔 即在剑井之中 摇尾而求食 即为约之剑也 故事有化地为牢 事不可入 剑木为利 亦不可对 定计于闲也 谨交手足 守木锁 扑肌腹 受崩垂 由于圆墙之中 当此之时 简欲利则头腔地 是徒利则心涕息 何者 即为约之事也 即以至事 言不如者 所谓强言耳 何足贵乎 且西伯 伯也 居于尤里 李思相也 居于五行 怀音 王也 受谢于尘 彭月张敖 难面称姑 细罪抵御 将侯朱朱吕 权倾五霸 求于寝室 未及大将也 一者一 观三目 即不为朱家前奴 贯服受辱于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 声闻邻国 即罪至网家 不能隐决自财 在尘埃之中 古今一体 安在其不如也 由此言之 永切是也 强强弱行也 神已 何足怪乎 服 人不能早自财 神墨之外 以少灵池 至于边垂之间 乃欲隐结 思不亦怨乎 古人所以重施行 于大夫者 待为此也 福人情莫不贪生勿死 念父母顾妻子 至基于一礼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 谨仆不幸 早是父母 无兄弟之亲 独身孤立 少行侍仆 与妻子何如哉 解勇者不必死劫 且服慕意 何处不免焉 仆虽妾懦欲苟活 以泼食去旧之愤意 何至自沉溺 雷泻之辱灾 且服脏货避切 有能隐绝 况仆之不得已呼 所以淫人苟活 忧于奋土之中 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 比漏漠事 而文采 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 而名摩灭 不可生计 为替躺 非常之人称言 改文王居而演周易 众尼厄而坐春秋 屈原放竹 乃富离骚 坐秋失明 绝有国语 孙子殡角 兵法修裂 不为千属 侍传旅揽 韩非求勤 睡难孤愤 诗三百篇 大地圣贤发愤 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 亦有所欲结 不得通其道 故数往事 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 孙子断足 终不可用 退而论书册 以书其分 此垂空文 以自现 仆妾不逊 尽自托于 无能之词 网罗天下 放尸旧文 略考其姓氏 宗其忠史 及其成败 心坏之计 上纪轩辕 下至于滋 为十表 本纪十二 书八章 世加三十 列传七十 凡百三十篇 一玉 以究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旧 会遭此祸 稀奇不成 是以旧极形 而无蕴色 仆成已著此书 藏诸名山 传之其人 通义大都 则仆尝浅辱之寨 虽万费路 岂有毁灾 然此可谓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也 且附下位一居 下流多磅意 谱以口语 遇此祸 众为相当所孝 以污辱先人 以何面目 附上父母秋木乎 虽雷百世 苟迷甚耳 是以长一日而久回 居则呼呼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亡 每念思耻 汉未尝不发背 瞻一也 身职为规格之臣 宁得自隐于 深藏严学也 故且从俗浮尘 于时浮养 以通其狂惑 今少卿 乃教义推闲尽事 无乃语仆 思心辣谬护 仅虽欲自雕琢 慢此以自事 无异 愚俗不信 士族瞿如耳 要知死日 然后是非乃定 书不能惜意 略沉故漏 谨再拜 这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 第一篇 富有抒情性的长篇书信 据书中 会东从上来 即伯从上拥二世 司马迁写这封信 在汉武帝太史四年东 智书的对象 任少卿 明安 这是下狱 旧说 安这次下狱被处死 然据王国伟 太史公行年考 任安诸死 始作立太子案 当在征和二年 楚少孙在史记 田书列传后面 补续仁安氏 载武帝语 仁安有当死之罪 慎重 无常活之 则太史四年之遇 安或在遇社 后死于北军 护军使者任内 仁安下遇前 司马迁任中书业者令 掌领赞尚书 出入奏事 直属宫廷机要 安要他推贤进士 为朝廷建举人才 司马迁自以为前数年 因李灵氏下遇 受过俯刑 使莫大的耻辱 不配做这种事 在信中 引证古今 抒发愤懑 对当时的现实 及其自身的遭遇 都有深刻的反应 文长一千三百余字 可分为六大段 首为两段 属负信延迟原因 及负信时的心情 第二段 属不配推闲进士的缘故 第三段 属为李灵氏下遇的经过 第四段 属忍辱受刑 第五段 属如何完成史记的写作 书中主要内容 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 反映了司马迁的光辉性格 和封建统治者的一些 恶劣行为 司马迁在书中 称赞慷慷慨之士 和替躺非常之人 他自己 正是地地道道的这种人 因为这样 他对受服刑的耻辱 极为强调 认为大智已亏 在踏荣之中 至于无可比输 虽雷百世 苟迷甚尔 如在阳首深眉 论烈是非 不但无地自容 而且清朝情 修当事之事 绝不能再做什么 推险尽事之事 越是强调自己受刑后的卑贱 越献出作者的倔强 和对屈辱的不能容忍 他认为 在受刑前 理应引诀自财 不该苟且偷生 受此屈辱 这充分表现 他性格的刚烈 他所以受此耻辱 又是出于 正直感言 和对朝廷的忠诚 当李灵兵败 投降匈奴的事件发生 在朝廷 大臣幽聚不知所出 全屈保妻子之臣 即平时对李灵 有牙字之愿的人 一片梅涅其短的声中 他挺身而出 说了一些公道话 李灵详底 有失民族气节 但在当时 他的遭遇 却又值得同情 司马迁与李灵 无私交 然观察李灵 平时的为人 有国事之风 兵败前的忠勇苦战 却有除万死不顾 一生之概 情状感人 李灵之败 本来为汉武帝宠妃 李夫人之兄 二师将军李广丽所悟 主要责任在比 司马迁要武帝考虑 李灵平日的为人 及此次作战情况 略观动静 武帝袒护李广丽 以为司马迁的发言 是举二师 即友商李广丽 虽如史记所在 足领母妻子 断灵赎罪之路 并下司马迁于遇 施以酷刑 以泄私愤 这些 反映了司马迁性格的 另一光辉侧面 并反映了汉武帝的 处世不公 威服无常 以及朝官权贵的 势力和无能 其二 反映了封建刑狱制度的 黑暗残酷 汉初 原有那前骨可以赎罪和败绝之举 司马迁受处分 家贫 祸禄不足以自赎 交由莫救 左右亲近 不畏一言 入狱后 以其性格的慷慨刚烈 也不免要 见狱力则投腔地 使徒力则心涕息 他进而从 周文王 李斯 韩信 彭越 张敖 周伯 窦英 既不管夫等人 入狱和受刑的事 支出在刑罚 御官 御族的 鸡威 约之士的驱破下 这些著名人物 包括自己在内 同样屈身受辱 言不辱者 所谓抢言而 这除了涉及人情冷暖 和皇帝的左右亲近的 卫法之外 主要反映 封建刑狱制度的 黑暗和残酷 其三 在我国文学史上 最早提出了 发愤著书的理论 司马迁认为 服刑之辱不可忍 但书中 却又指出自己碰到时 是旧极刑 而无韵色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他又认为 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当时 为对祖国和人民 做出至所久存 力所能及的重要贡献 轻易一死 轻于红毛 他的顽强的历史责任感 不容许他这样做 他只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这牙根忍受下来 他以自己的痛苦实践 并总结了周文王 孔子 屈原 左邱明 孙斌 吕不韦 韩非等人 在患难中或残废中 著书 以及 诗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 作业的大量势力 提出了发愤著书 患难著书的理论 这在我国文学史上 是首创的 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 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其四 揭露封建帝王 对待史官的态度 和自己写作史记的情况 书中揭露史官 并不为封建帝王所重视 成为主上所戏弄 昌忧所续的职务 但作者担任史官 并不因为受到这种待遇而消举 他意识到史官责任的重大 励志要为祖国写出第一部 规模宏伟 全面而有系统的通史 这就是他人死人辱 而用血泪生命换来的史记一书 他艰辛的网罗天下放师旧文 略考其形式 踪其始终 积其成败心坏之理 要把史记写成能够 《九天人之计》通古今之辩 成一家之言的著作 实践证明 他坚强的意志和辛苦的劳动 使他达到这种目的 史记终于成为我国一部空前的 具有丰富史料 卓越史实 并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伟大著作 书中这些话 对于我们理解史记这一部伟大著作 是很有帮助的 文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内容 无疑都是可贵的 更为难能的 是作者能以非凡的文学才能 把这些思想内容写得震撼人心 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这种感染力 主要来自文章的激情和气势 司马迁即具有过人的激烈慷慨 和正义感强的性格 又有对于封建制度 封建统治的黑暗面的深切感受 对自己受刑以后的 愤懑的长期预激 对人生态度和历史责任感的 反复思考 自然要在心中 融成一股火山下面的 洪流烈焰般的激情 一旦遇到写信的机会 又自然要蹦喷而出 让这股洪流烈焰 去发放无限的光热 这就是文章 无论是叙事或议论 都成为带着血泪 充满悲愤的控诉 成为抒情诗话的最强音 力量所致 标扫涛卷 这种气势力量 又通过文章的语言形式 主要表现于如下的三个方面 其一 极言极论 接连倾泻 书中立序 适得的五种表现 自己受抚刑之辱的 无所鼻鼠 自己出事后的种种矛盾 李灵的为人 及其苦战情况 朝廷对李灵事件的反应 各种刑罚的耻辱性的比较 历史上著名人物 受刑旧罚的态度 历史上发分著书的事例 实际的内容和写作意图 或连累而及 或对比相处 都是一事接着一事 一例接着一例 思绪涌发 语不中断 用重叠排比的句式 一气倾泻而下 既显得内容洋溢充实 又显得气势浩荡强盛 其二 磅礴感情 起伏盘旋 书中所写 以忍辱受刑 忍痛著书的感情为主 这种感情 四面磅礴 不断起伏 沁透于各段之中 特别在首尾两段 更是呼应盘旋 灌注到底 这更使文章的主旋律的力量 周辨伸张 始终不屑 更加强了文章的气势 其三 在奔放中 有极尽曲折顿挫的能势 这篇文章 从整体上看 是一气倾泻的 但每续一事或每发一意 又往往是层次多 而转接自然 以奔放的契机 斜曲折的思路已行 这种曲折 既不伤文章的奔放气势 相反的 又以顿挫的力量 加强了它 如第一段 自 若望仆已不相识 指 而语水语 何则 指 是足以见笑而自典耳 第三段 自 仆少妇不羁之性 指 而是乃有大谬不然者 自 其诉所蓄积也 指 思心痛之 第四段 自 与蝼蚁和蚁翼 指 用之所趋翼翼翼 自 当子之时 至 何足贵乎 第五段 自 少卿 是仆于妻子 何如哉 至 旷仆之 不得已乎 凡此之类 不生悖举 都是 层次转折 既多 基调 又奔放直下 顿挫有加 而 气势更旺的 由于 如上的特色 故整篇文章 以其过人的 丰富 强烈 奔放的思想感情 形成 卓绝千古的 浩荡 雄伟的气势 宋真德秀 评为 跌宝其为 请方包评为 如山之出云 如水之附和 千态万状 变化于自然 尤其气之圣也 后来为寒退之 达孟尚书书 类此 林云明评为 通篇淋漓悲壮 如气如素 自始至终 似一气呵成 伏其龙评为 陈雄激壮 如江海之气 横空上出 磨荡六须 都颇能得其气概 本文作者 陈祥耀 朗读 白云出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